美国可口可乐公司6月4日与缅甸合作伙伴在该国首都阳光举行了瓶装厂落成仪式 时隔60余年后这个美国品牌重新开始在缅甸当地生产 缅甸国内的可口可乐供应此后将不再依赖进口 可口可乐是缅甸的新海外投资法颁布以来 第一家被授予投资许可的美国公司 可口可乐称该公司在5年内可以为缅甸创造出2.2万个供应链相关的就业岗位 财新网综合报道